《珠姐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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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有同学朋友他们已经看过了 跟我说比较好啊 所以我就老想来哭 我看过很多照片 特别是他们的合作 非常棒 我的朋友很喜欢朱姐丁老师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碰到他 在老師的基礎上 我覺得每個演員 可以根據自己對角色的理解 包括心情 可以有一點自己的創作 我一直在說 朱傑敬只有跳舞的時候才是我 或者說我覺得 自己最大的那種自信 和那種存在的那種意義和價值 都來自於舞臺 那小小的這兩個小時 我現在都記得它原來的樣子 我們的宿舍 我們的那個業務樓都在這兒 但是現在就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是你看 誰家門口就有這個劇場 我是浙江嘉欣人 9歲來到了上海 然後來求學 一待就是28年 然後成為了一個 地地道道的新上海人 來 豬團來逮人了 上課去吧 我在2013年的時候 在一檔舞蹈綜藝《武林爭霸》 就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 我說為什麼 有人願意花幾百塊錢去看話劇 但是在我們團 在舞蹈團 好像就是冷冷清清的 每天5點鐘練完工就下班了 晚上沒有演出 跳舞劇對我們來說是件大事 對舞蹈員來說是一件 我覺得特別有疑似感 特別重要的事 或者是說一直期待著上台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四 電波就是一個重重的一個落地的 然後紅色的 海派的 江南的 在還沒有解放非常動盪的那個年代 那群年輕人他們做了一個 我覺得非常特別的決定 可能對他們來說就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 就是他們相信 相信今天的我們會幸福 喝著咖啡 曬著太陽 然後進劇場來看他們的故事 他們會永遠存在 所以你會發現 突然你自己懶了這個責任 你認為它跟你有關係以後 我覺得你是帶著一種更厚重的能量去舞蹈的 你就會強大 你的那種信念感就會無限地增強 就會打通跟觀眾的這個巨大的距離 它會被你吸過來 有時候看觀眾的那些舞評 看那些觀後感 他們在幫你理解人物 他們在幫你凝煉 幫你去提煉這部劇的意義和價值 有的觀眾四十刷 五十刷 還有觀眾看了電波 就像家俊一樣的入了檔 給我們發來了他的入檔申請書 所以你突然間會覺得 我今天在一場一場地跳著好有意義 因為沒有這一場一場 何來百年 何來百場千場 我希望電波能夠在中國的舞台上面 也能夠一直存在 然後一代又一代的舞蹈人 能夠把這個故事 給更年輕的觀眾們看到 我覺得為什麼觀眾 今天的觀眾愛看舞劇了 這個疑問其實是他們幫我解答的 百場 皆 乃乃 吳吳吳吳溥 咦 吳吳吳 好 enca 我要跟你合一 narr 我謝謝 今天好漂亮 謝謝 壓力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的 謝謝媽媽 謝謝媽媽 觀眾給你的這種掌聲和 que n y 7 我覺得是包容和愛 我觉得这是一个舞蹈演员 最大的力量 我觉得在35到40岁 这五年当中 别人可能觉得 这不是一个舞蹈演员 该跳舞的一个年纪 也不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但我相信我最好的 我最好的年纪 和我最好的作品和角色 永远在下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